大家好 我是张环 非常高兴来到世界明都 也是文艺复兴的起源的佛罗伦萨来到这里 为了我们威俏宫的我的一个大型的个展来这边做准备 我记得是两年前在佛罗伦萨来这边旅行的时候 认识了我们的车展人奥利瓦女士 所以这次通过两年多的沟通了解 对这个项目的准备 现在已经到了一个比较关键的时刻 所以我们大家非常兴奋 也非常的希望把这一次的活动做好 前天会见了我们的市长先生 所以市长给我的印象非常好 真的是我们这个城市的一个好市长 那么平易近人 又那么的支持当代文化和当代艺术 对整个的项目是全力的支持 市长是一种非常亲民的一种态度 这个是非常非常棒的 我觉得我作为一个中国当代艺术家 能来到欧洲的文艺复兴的发源地 我带来了中国传统文化 儒家佛家道家 如是道这些文化跟西方的跟欧洲的文化的这种对话和互动 这个从中国的历史 中国的文化和这个文艺复兴时期 我们意大利的文化和艺术呢 这样的从古典到今天 从东方到西方 我们能找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互动 一种对话 我觉得这是非常有必要的一个结合 在市长见面的时候 市长说我们不能就沉浸在 仅仅沉浸在古典中的历史文明 我们要活在当下 我们要把我们的文化发展下去 对未来的整个的展望呢 是我们非常有希望的